143 浙江日報 我省警方嚴打民生領域犯罪 2015年7月18日一版耀民01雍號號本部信 記者雍號號 由公安部督辦的一起特大跨國制售假約案 入前被疑惡警方破獲 倒位制假窩點13個57名犯罪嫌疑人落網 涉判金額達8億餘元 這起國內安籍最大的制售假約案件告破 從一個側面檢驗出浙江公安機關嚴打犯罪 互有民生的成色 近年來我省經濟旅案件持續多法 尤其是食品、藥品、環境、通訊等領域犯罪 威脅社會穩定和百姓安全 面對新趨勢 我省公安機關主動求變 從嚴打擊和防控者者民生領域的違法犯罪活動 做到黨委政府有要求 人民群連串 公安機關必回應 最新調查表明 我省群連 全感滿意率達96.2% 群警 就是第一信號 針對民生領域違法犯罪活動花樣翻身 手段隱蔽 侵害群夫 V 益的特點 省公安廳及時調整打控方向 主動出擊滲滑線索 從嚴打擊懲處 近年來 我省公安機關緊釘地溝油 病死豬等社會熱點 組織開展打四黑除四害 保衛餐桌康泉 打歪染青江河等專項行動 近去年 全省共而送起訴涉及食品 《環境的犯罪嫌疑人》4192名 同比增加一倍多 今年又開展打擊利用工業名交生產 銷售毒膠囊犯罪的天馬行動 已對120名犯罪嫌疑人採取刑事強制措施 摧毀19條生產線和一批制售假團火 圍繞中心工作 堅持問題導向 成為各級公安機關的工作特色 眼下 在各地的大小河道邊 時常能看到公安民警在巡邏 他們共同的名字叫河道警長 圍繞五水共治 我省公安系統推出河道警長制度 打擊防範環境歪染犯罪 當好五水共治護項者 目前 全省共配備河道警長5400余名 排查變化解治水中出現的不穩定因素1388起 處置涉水群體性事件39起 去年以來破獲歪環境案件1455起 如今 我省打擊民生領域犯罪逐漸走上法治化 規範化軌道 使原兩級設立公安住環保聯絡室 並聯合相關部門 先後建立打擊環境違法犯罪 食品藥品違法犯罪等協助機制 一將無縫對接的聯動執法網絡日趨完善 針對通訊網絡詐騙案件多發情況 省公安廳會同浙江銀監局指作組 全新防工程 創新推出聯動防範、詐騙倒閘、案件倒查 常態巡控等二十多項長效管控機制 一年多內圍群六尺損失七千八百餘萬元